一天的健康就从蔬食开始 欢迎收看蔬食够健康 观众朋友们今天要做一个日式咖喱炖蔬菜 我们邀请到的是大师级的教授级的老师 许志昌老师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老师平常要教学 所以难得今天还请假来教我们 什么叫做炖蔬菜 要不要炖很久 炖的话不用 就是蔬菜方面的话 看我们可以自己选择 那我们家里有什么蔬菜 我们就可以自己去搭配 清冰箱就对了 对 就清冰箱的 对 咖喱有很多不一样的一些调味 对 好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 老师要怎么教我们要怎么炖蔬菜 好 那首先我们先来切洋葱 所以还是洋葱 其实洋葱你买一袋 像我通常买一袋放在冰箱 其实可以放很久了 对 那有的人洋葱会把它切成粒 就切丁这样 对 那就太难了 对切以后我们再给它对切一下 所以切块 对 这不错 切好我们就给它摆着 所以我们今天会先把菜都切好 备好 对 好 然后呢 我们有这个搭配绿色的 我们就结瓜 结瓜的话我们把它切滚刀 对 结瓜其实很容易烂 对 所以等一下我们要注意的 就会变成是就是食材放下去的先后顺序很重要 对 所以我们就稍微把它稍微区分一下 好 这很多耶 这冰箱真的是会有很多这种 就是每个东西剩一个一个一个的 然后马铃薯 一样我们就把它切小快一点 对 一样滚刀块 小快一点 那如果说我们要煮快一点的话 我们马铃薯稍微可以就用那个电锅或水煮 先煮一下或蒸一下 对 因为听到炖通常都会觉得好像要很久 对 但是用小时来计算还是不用 不用啦 这个其实都很快 好 那我们有日式嘛 当然少不了这个牛棒 牛棒 牛棒的话 牛棒有一点点人参味 对 我们先把它切滚刀 也是滚刀 对 就搭配这个 它那个刀工才会整齐 对 所以现在像老师陆续在切这么多菜 我自己脑袋里面的观念就有一点乱掉 就是我不知道哪一个东西要比较久 哪一个东西很快就会烂 所以那个先后顺序 那南瓜 南瓜很容易熟对不对 一样稍微给它切大快一点 南瓜跟马铃薯哪一个容易熟 南瓜 对 那南瓜是带皮对不对 对 因为这样煮的时候它比较不会散掉 对 而且吃起来口感也会不一样 对 好 然后呢 如果高丽菜我也可以放一点高丽菜下去 对 然后我们大的我们就稍微对切就好 对 对 那小的 就是一致性啊 对 小的的话我们就不用了 因为我们炖的话它吃起来比较有口感 哇 看起来这一锅会很不错耶 对 因为好多蔬菜然后也有淀粉对不对 现在人就是比较喜欢有一点那个蔬菜的感觉 对 好 然后香菇 不是有一点蔬菜的感觉是很多蔬菜 好 香菇的话我们就 有切这么大 对 就对切这样就好 这个香菇是用一般的就是新鲜香菇还是说泡的 那我们这个是用干的 那如果没有干的它是有一点香气啦 那如果说你不喜欢香味那么重的话 我们就用新鲜的 所以都可以就对了 对 然后我们的番茄我们就对剖就好 所以老师一开始就说这个其实很适合清冰箱 对 那我今天是用这个小番茄嘛 那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可以用那个牛番茄或家里的 都可以 是 对 老师那如果像冰箱很常有的杏鲑菇应该也没问题 杏鲑菇也可以 或者是说你有金针菇啦之类的都可以 都可以 对 所以你看老师有菇类的代表 对 还有呢就是瓜类的代表 对 对 然后呢等一下还会有一个 我有看到花椰菜 对 那刚刚嘴巴讲说高丽菜其实也可以 对 那我们白花椰菜我们就小朵的 我们就要盖好 然后豆包 加一点这个 豆制品 对 所以这个营养就是100分 对 那豆包的话我们就是对切 然后再对切就好 大概切六小块这样 对 所以大小其实都是这样的 对 就可以自己可以去斟酌啦对 这样其实几乎夹起来都是一口一口的 对因为的话你一口一口的话用我们不管你是用筷子或用汤匙都蛮方便的 好 那我们都切好了 所以这样好了 你看这样子讲到咖哩会不会需要煮个饭呢 对那可能的话就是我们就在家的话啦可能就是把这些锅底煮出来 对 然后白饭煮好以后我们就可能放冷藏或冷冻一份一份包好 然后要吃的时候再隔水加热 对 会打微波也可以 对 好那开火吗 对我们就开火了 好 好 所以用深一点的锅去 对 所以老师意思是说你今天从头到尾就是一个锅子就好 对我们一锅到底就好了 比较方便 好我们因为火我们也不要太大 要不要油 那我们倒一点油下去 所以我们可以冷锅就下油吗 对 有点冷温度 好可以了 好 那油呢就随便你要下多少对不对 对 因为老师刚刚也没有喊停 我就自己决定了 好 那我们先把这个洋葱 洋葱先下去 对给它炒香 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老师的先后顺序 对 洋葱给它炒香一下 所以其实老师就是慢慢切 切好之后呢 其实冷锅冷油它就慢慢下 对 其实这样子的话 你看第一个也不会喷 然后就比较安全 那其实的话 像我们 如果说有好的锅子 我们其实我们在爆香的时候 如果我们不喜欢有点油烟 我们可以给它盖起来 可是盖起来 它那个水蒸气 会不会滴下去反过 等一下会有 然后的话我们就是差不多 一分钟 或一分半的时候 我们再把这个锅盖 给它打开 如果有水蒸气 我们再给它擦干就好 对 那老师你盖这样子的用意是什么 它这样加热去热会比较快 而且也比较不会喷 对 洋葱我们给它炒一下 这个洋葱就当我们的爆香用的 对 然后老师刚刚还有一个香菇 对 然后一般我们香菇拿来 其实就是切丝 对 结果老师今天口感一致 就是也把它切成块状了 这样吃比较 对 好吃 好 我们的火可以给它嚼一点 有香味了 对 那洋葱的话 因为它是都是包起来 对 那如果说它含的水量的比较多 那就看个人 假如说我今天觉得你觉得干净了 我们可能切好去皮了以后 我们直接就不要再经过水洗 它的水分就不会那么多 因为本身它水分也蛮多的 对 而且炒起来会比较香 大部分老师这样没有提醒 我还没有想到 像我自己是剥皮之后我不会洗 可是搞不好有一些观众朋友真的会洗 就是他觉得说这样可能洗锅比较卫生 对 就像说我们今天的菇类 我们菇类如果下去洗的时候 它的就是含水性会比较高 炒就比较不会那么香 对 那有时候菇类我们不洗 我们只用擦水 对 用干净的毛巾 或是擦手指下去擦 好 好 这个洋葱已经变成有点透明的感觉 对 然后呢 我们放什么 马铃薯 老师刚刚有讲 马铃薯是比南瓜还不容易水 对 那因为牛棒嘛 它就是稍微比较硬嘛 对 所以牛棒一起跟马铃薯下去 我觉得牛棒是一个很特别的食材 对 它可以炖很久 也可以其实很快就好 对 口感就是随便你 你想要脆一点 你就可以慢一点下 对 你要炒一下 嗯 我现在其实这个锅子已经蛮 里面已经蛮香了 对 我觉得现在大家其实很注重养生啊 健康啊 对 所以你看 这一锅其实我们刚刚讲 你其实也不用白饭 因为老师的这样子的整个配料 里面有蛋白质 对不对 豆腐嘛 对 然后还有就是那个淀粉 就是有马铃薯 对 还有南瓜 对 而且都是很好的一个天然的原型食物 都很健康 而且的话这个是吃起来的话 它都是天然的食材 所以我们身体会比较好 对 那我们这个 因为如果你在餐厅吃 它该会勾芡 那我们今天就不用勾芡 因为马铃薯 如果要淀粉多一点 你就是马铃薯给它放多一点 它就到时候自然 它就会有一点那种就是浓稠的感觉 对 好 好 那我们再香菇下去 放在角落 放在角落 然后我们的什么 这个南瓜也给它下去 还有我们的蘑菇 蘑菇 对 老师虽然戴眼镜也是会让我高 老花了 一样 这样给它炒一下 拌炒 对 菇类的话炒过它也会比较香 对 对 你看我们这个炒一下以后 它就稍微有一点这个 恰恰 对 这一锅真的是 对 感觉就是很满足 对 一堆蔬菜纤维质 然后呢 我们这边的话有什么 有这个 莲藕面 莲藕面 莲藕面我们给它放下去 所以有也可以没有其实也没关系 对 就看我们自己有准备哪一些材料 对 我看老师刚刚旁边还藏了那个蒟若丝 对 蒟若圈 那蒟若圈差不多我们好的时候我们再点下去 对 那我今天的话我是有放咖哩块 然后呢 但是为了香一点 我还是有放一点点的这个咖哩粉 好 那那个什么时候加 我们现在就可以先加 先加咖哩粉 对 让它有一点那个 油 咖哩粉跟油产生的那个香气 所以不是先加咖哩块 对 因为咖哩块它本身也有一点淀粉 对 它咖哩块下去煮好像就是会有一点 浓稠 对 这个咖哩粉不错 对 蛮香的 好 那咖哩粉下去的时候 我们可以要注意你的火候的掌握 对 对 如果你油温太高它可能就会 浇掉 对 所以老师刚刚是把它撒在上面 那因为下面还有一点油 还有就是食材的那个水分 对 所以就赶快拌炒 对 让我们的食物都有咖哩粉的那一种拌匀 对 这样其实也蛮均匀的 而且最重要就是一锅 好好好 我又不用洗很多锅子 蛮好的 而且这样你看 就看起来就 颜色就不错了 而且咖哩的香气已经在我们的摄影棚已经很香了 所以是粉先下 对 不是快先下 对 好 好 那然后的话我们现在的话我们再放一点那个水下去 水 对 水我们大概淹过就好 好 稍微淹过 可以多一点点 好 好 我们的水量大概是这样就可以了 所以顺序观众朋友应该都有记合 对 因为我觉得这个食材的每一个容易熟还有耐煮度 其实就是顺序很重要 好 那我今天咖哩块嘛 就看 因为每个人它的味道可能不一样 那如果说我不要太重的话 我先放两块 对 对 那最后一个就是调味用 对 最后一个看我们最后 你觉得不够了 我们再慢慢给它加进去 那如果说你今天放太多的时候味道就会太重 就没救了 对 那真的就是要饭来两碗 对 这样子 然后滚了之后呢 滚了我们 我会先 因为咖哩块本身也有味道 对 所以我先放一点盐巴 现在就放了 对 先放一点盐巴 那你像我们调味的话 有时候你会有 比如说味蕾之类你可以放一点 对 对 那也可以说咖哩的东西你可以放一点点的白醋 对 就看个人喜好 对 可是老师今天就很单纯 就只有咖哩粉 对 咖哩块 那现在放了一点点盐 对 那我们下去给它慢慢的炖 好 这样子大概要炖久久 那这样的话 我们大概给它炖了差不多15到20分 好 对 我们来计时一下 还是其实不用计时 对 那其实的话它这个锅子也是蛮快的 对 那我们这个比较硬直的 比如说我今天的白花菜 我现在才给它加进去 现在就可以下 对 现在先给它加进去 对 一起下去炖 因为白花菜它比那个青花菜质地更严 对 所以要更久 对 好 然后我们先把它盖锅盖 然后我们就等一下再回来 对 香喷喷 香喷喷 对啊 好 好 这样看到一直冒烟 其实心情会很好 对 就是很疗愈 做菜就是很疗愈 对 因为觉得等一下就可以吃了 然后还有就是现场闻的那个味道 超级香 是 好 好了吗 可以 我看一下 你看我口水都快要流出来了 你看 好浓喔 对啊 我这个水它也没有说变很少 对 还是盖过去所有的食材 对 好 那我们就可以直接 我们先把这个 对喔 还有东西还没下来 对 那我手套拿好已经想说准备要成盘了 把这个豆包 下去给它焖一下 那这水分的话 水分假如说我今天要多一点 那我可能就是再加一点点水 也可以 对 所以老师你的决定是要加还是不加 好 我们再加一点水好了 对 你看 因为我们的食材实在太多了 对 就是炖菜的方式 对 多了吗 可以的 那我们刚刚其实只有加两块喔 对 那如果说我今天要浓一点对不对 我当然还可以加什么 再给它那一块再给它放进去 那味道 好 所以老师 刚刚这样的味道其实可以 其实可以 所以你要再浓一点 如果你要再浓一点 可以再加一块 你试试看看 对 很香 味道可以吗 这样也不错 可是喜欢吃咖喱的人 应该会喜欢咖喱味重一点 好 那我们再把这一块加进去 对 反正你都带来了对不对 你看 你看这样下去炖的感觉 就很疗愈 对 这个这样子在滚喔 它其实我们没有勾芡 它也已经很浓稠了 好 把我们这个蒟蒻圈 蒟蒻 对 所以刚下了豆皮又下了蒟蒻 这两个都是很有饱足感的喔 所以其实不用煮饭耶 真的 对 然后最后我们把我们这个 结瓜 还有番茄 下去炖一下 可是上来之后 那个配色应该很漂亮 炖一下 那结瓜的话我们也不要 不要太久 对 炖得太熟 真的 因为它吃起来 如果口感太软烂 其实也不太好吃 对 所以像其实结瓜 那大概我觉得一分钟 会不会其实就可以了 其实的话差不多啦 就是看大小 或计结瓜吃起来 如果说没有那么熟的话 吃起来那口感比较清脆 是 对 比较不会腻 所以像这样老师意思是说 我们就不要再盖盖子了 对 那最后的话 如果说我们差不多了 对不对 起锅前我们就放一点这个 椰姜 椰姜 对 倒进去 再放椰姜喔 我刚刚试 我觉得那个咖喱味道 已经很香了耶 对 如果再放个椰姜 会更浓郁喔 对 那椰姜的话 假如说你买不到 我们可以用 比如说鲜奶油 或者是说 我们可以用鲜奶 对 那你用低脂的高脂的都可以 其实不会买不到 一定买得到 只是你买了 你有可能一瓶你用不完 对 那就可惜了 那老师就说 那你就用家里的鲜奶 去替代就可以了 因为鲜奶我们都会喝嘛 对 再给它滚一下就好 好 那椰姜下去 它就会稍微稀释 就是它那个咖喱的颜色 对 可是我觉得都好看 所以这个时候 它会不会吃起来的感觉 就不一样了 实在试着不住 就多了那一种奶味 对 椰姜的那个奶味 是耶 它跟那个咖喱 就两个整个就是完全 真的是蛮紧的 那有的话 像餐厅的话 大概它会再放一点点那个奶水 就是可能 某种排的那个奶水 某种排的 对 那一般家庭要用到奶水比较少 对 所以有时候 像老师刚刚提醒的 如果你椰姜 你不想买一整罐 其实就用鲜奶替代就可以了 后面呢 最后 好 加一点点 因为老师想说一直站在这边 没事做 就是要加一下 对 那你的颜色如果要深一点 你可以再放一点咖喱块 或咖喱粉 它的颜色就会深 应该差不多了 对 我们的南瓜 对 这样我们其实 炖的 我觉得没有像老师讲的 15到20分钟 对 其实挺快的 对 那现在豆皮也都差不多了 好 我们就熄火 熄火 这是我最想要做的事 对 然后手套准备好了 哇 其实我这样子一锅 我就可以直接上菜了 对 就直接上桌了 对 不过我们刚刚节目就讲了 老师是大师级的嘛 他绝对不会容许我们这样上锅的 如果是一般家庭的话 其实我这样上桌也很好看 对啊 我常常煮我就这样子一锅就上来 对 好 那再来的话 如果说我们今天是人比较少 对 那我们就是不要说一直去把它拉 我们就直接可以盛盘 对 那盛起来的其他的就像老师刚刚讲的 就是说你可以把它分装 对 对 就是一袋一袋的 那到时候你就是一份一份拿出来微波 其实就可以了 对 哇 这个好丰富喔 对啊 颜色 所以我就想了炖菜不就是一锅吗 我就要看这个 老师你这样还能怎么摆盘 我们的话再摇一摇就可以了 对 就把它摇起来就可以了 对 因为它是炖菜嘛 对 可是我就看到老师有一直在挑啊 他在挑颜色 挑配色 对 颜色稍微 我们的里面的颜色大概都有了 对 再一个稍微 结瓜 结瓜 结瓜再放上来 对 这结瓜真漂亮 所以结瓜最后放进去的时候 就不要再盖锅盖了 对 好 对 好 来一点点 然后我们把它擦一下就可以 好 所以我们这一锅呢 其实 哇 这里面还有好几点份喔 对 我们这一锅其实就可以把它先 撤退放到后面去 对 好 再用盘子再把它擦一下就好 这样就好了 那你看 这个是有史以来老师摆盘最简单的 对啊 这样简单 我们的日式咖哩炖蔬菜 日式菜 这道菜其实我觉得很想把它一整盘直接放在我面前 对 为什么喔 里面就是有蛋白质有淀粉 对 然后有好多的蔬菜 对 所以其实它其实这一整个就是营养 就是营养素啦 然后还有就是健康 其实我觉得它是满分的 对 然后再来就是又会饱 因为它又加了蒟蒻对不对 所以这个该吃哪一个呢 我先选我最喜欢的南瓜 南瓜 哇 这南瓜看起来你看 对 哇 整个都是这样爽爽耶 而且南瓜不要 我们不要把它去皮 因为去皮煮了很容易就糊掉了 对 你看 爱吃南瓜的呢 就是不管它是原味 还有就是老师加的是咖哩味 对不对 对 我们最后是加两块加一块 所以是三块 对 还有前面的咖哩粉 所以它这样子吃起来就是 它可以吃到南瓜原本的甜味 然后再加上一点点的咖哩香 其实它并不会太重 会不会也是因为老师有加了那个椰浆的味道 椰浆它可以综合它那个辛辣味 对 那其实这一道我们是用这种咖哩块 那你如果说也喜欢有点辣的感觉 我们可以用那个泰式咖哩 红咖哩或绿咖哩都可以 对 所以其实你一样是炖菜 你可以把它做成日式的 然后做成泰式的 印度的 对 印度的 都可以 就是意思是你冰箱如果有一些 剩一点剩一点的 然后呢也不知道该煮什么 把它混合起来 然后做成老师这道 对 那一定要把老师的这个影片拿出来给家里的人看 为什么 不然如果我们自己这样做 家里的人都会说 不然你这是粉 可是如果是老师做出来的 那真的是不一样 然后还有加上摆盘很重要 配色很重要 所以虽然我们说冰箱有什么就煮什么 可是问题是 你还是要稍微去斟酌一下那个颜色 变化一下 那我觉得 对 其实这个如果加一些高丽菜 或娃娃菜白菜 其实也是很好吃 对 然后你看老师还有一个重点 他为了要顾及营养 他把那个豆皮也放进去 所以你看你蛋白质也够了 对 所以非常赞的一道菜 日式咖哩炖酥菜 观众朋友学起来了没 没学起来做做看就知道了 非常谢谢许志汤老师 谢谢 朱子勾健康 我们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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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